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不斷升溫 華盛頓和首爾近日分別呼籲北京 對北韓平壤施壓 促使平壤回到談判桌上 而中方對北韓政策至今依然不明朗 有觀點認為 如果北韓繼續肆意發動核戰爭威脅 間接危害中國安全 中共有可能拋棄北韓 這是否可能來看專家分析 北韓當局11號聲稱 北韓的武裝力量已經處於發射待命狀態 只要按下一個按鈕 就將指向美國本土和太平洋上的美軍基地等 朝鮮半島的緊繃局勢 與北韓一江之隔的中國 對北韓的態度被國際社會認為是 使局勢有所轉圜的一個關鍵因素 近期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追加制裁 中共政府投票支持 這被一些外交學者解讀為 中共已經無意繼續支持北韓 今年2月 北韓進行了第三次核試驗之後 中共中央黨校下屬的《學習時報》副編審鄧玉文曾發表文章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分析利弊 主張拋棄北韓 但他隨後便被中央黨校校長劉雲山停職 4月7號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表示 中共政府的所作所為令人失望 民主黨參議員舒默也表示贊同 文昭認為中共的外交政策與其內政一脈相沉 也就是拒絕向民主化推進 美國大西洋網站近日發表文章 認為如果中國突然切斷同北韓的關係 北韓幾乎肯定會解體 但中共並不想讓北韓垮台 因為它需要一個抵制美國利益的緩衝器 而北韓政府也明白這一點 清唐人記者林瀾採訪報導